它能夠協助你避開進行路段 而且除了3D的實行導航外 它連測速也都幫你整合進去囉 如果它判斷你在橋下的話 今天你這個地方沒有迴轉 它會告訴你下一個路口 左轉重新規範 它就已經可以判斷你在橋上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Rio 今天跟大家分享過很多的汽車顆粒產品 像是車機、Carplay還有行車接觸器 Rio最常在測試導航的時候 用的都是台灣的導航網APP 就有很多老觀眾發現 處理次數非常的多 問Rio可不可以單獨拍一支 來介紹一下導航網APP 有沒有什麼其他好用的功能 Rio就發現 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導航網有多好用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心目中覺得 最理想的一個導航APP 那不管你是機車、重機、汽車主 或者甚至是你是商用開貨車的朋友的話 你都可以使用 它就是最新一代的導航網TM版 是凌駕於上代3D後的最新版 TM指的是車載系統 Telematics的縮寫 Rio也必須說 TM版可能會顛覆你的認知 因為從這一代開始導航APP 就能夠正式的融入到車載系統上來使用 本來來說 就是今天你不管是安卓手機 或者是iPhone上安裝導航網 它都可以延伸到你的車機內使用 因為它有支援車載娛樂資訊系統 可以擴展到像是Apple Cupboard 或者是Angel Auto上 所以當你把手機連接到車機運行Cupboard時 就能夠直接使用導航網TM 如此一來呢 除了能夠解決傳統車機 其實只能使用內建地圖或Google Map的限制 也能在其他車型或換車時 直接沿用到新車上的Cupboard 就這點來說 真的是方便許多 好 那國人最常用的導航 應該是Google Map居多 因為普遍會認為它免費 然後規模又最大 但立有將近7年的導航網使用者體驗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最新的TM版 比Google Map更好用 而且更強大 因為它是台灣在另外一個公司設計的 很多功能都是為台灣駕駛量身打造 那我就講一個重點就是 你用它之後你就再也不會走錯路了 我覺得這個環節是最重要的 那廢話不多說 接下來就帶大家深入了解 導航電板有什麼魅力吧 好 首先呢 我們從導航的使用族群來說 不管你是機車 重機 汽車 或者是貨車族的朋友 都能夠使用 只要在設定中 調整預設的導航模式即可 那調整後呢 它就會依照你的類別 提供你最適合的導航路徑 而以貨車來說呢 它能夠協助你避開進行路段 避免操縱被開單的情況發生 同時還可以給你3D實景導航 在遇到切換交流道時呢 也有超清楚的箭頭指示 讓你不用怕走錯路 那包含大腦型重機也是一樣的 會指引你走有開放重機行駛的交流道 或者是高架路段 而且你仔細看導航 還會發現它連圖示呢 都會變換成重機的圖案 方便讓你知道現在走的是重機的路線 這點就著實的相當貼心 有了3D示意圖的加持 真的能夠大幅的減少 錯過交流道的窘境 請靠右離開快速道路 那另外開這組的朋友呢 如果你有距離的考量 或者是習慣不走國道或高架的需求 這部分呢也可以單獨設定 你會發現它整體的設計 都是相當淺顯易懂的 而且除了3D的實景導航外 它連測速也都幫你整合進去囉 600公尺後 有固定測速照相 限速100公里 會有清楚的語音指引 右下角也會有顯示距離 跟時速限制的數值 而通過測速點後呢 還會有聲音來提醒你 包含也有支援區間測速 會有速限跟秒速的提醒 就能夠即時掌握現在的行進速限 是否有超標 限速50公里 因行駛至少32秒 好那基本上呢 神盾的所有的功能它都有 而且你每次打開導望體驗 它都會自動更新它的測速點 你就不用再手動去操作 或者觀看廣告了 而且據理由了解呢 他們有一個專門的部門 是每天都在更新這個測速點的資料 所以可以確保呢 你使用的這個測速的資訊 永遠都是在最新的狀態 好那就理由來講呢 就是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不用再開地圖 再開一個神盾的 只要一個導航網 TM版就夠了 好而且呢 在導航的時候呢 你可以自由的縮放大小 因為一般平面導航都屬於遠景 所以如果遇到複雜路段 會很難看懂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改拉到近景 畫面的顯示 就會變得相對直覺清楚 如此一來 就可以有效的避免 走錯的情況發生 那光是3D實景 跟上閘道的顯示 直覺清楚以外呢 它還有即時路況的CCTV 就是監視器的畫面 方便你可以看到目前的車流量 選擇迴避或者忽略 包含遇到施工路段 它也能夠即時的提醒 因為TM是聯網版 所以掌握到的資訊 會相對的全面 這點就真的很讚 加上呢 當你即將到目的地時 它還會自動跳出 自會的停車推薦 只要點選符號P 就會列出周邊的停車資訊 你可以看到的 不只是停車場 連價位都會顯示讓你知道 如果時間不改 當然就能夠多挑幾個價位較低的 距離相對不遠的停車場 那如果比較急的朋友的話 當你點選停車場圖標後 也會顯示即時的空位 好就能夠清楚的判斷 停車場有沒有客滿 不用怕白跑一塌 那前面呢 提到的 打碗網很在地化呢 指的是如果開車遇到 超強上廁所的情況時呢 可以用我的周邊內的洗手間功能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 哪些地方的廁所可以應急 好這點設計呢 不得不說也相當的接地氣 而回到我的周邊選單來看 除了整合過去的觀光景點 美食資訊等等以外 你會發現它連充電站 都有整合進去了 而且是汽機車的都有 好這對於現在已經換上電車的朋友來說 好顯得相對實用許多 好現在Leo上車呢 給大家實際測試一下 打碗網TN版的一個操作的一個狀態 那補充說明一下 今天不管你用的是 iPhone或者是Angel手機 你是屬於喜歡呢 用一個支架在車上用 手機導航的朋友 又或者是呢 你喜歡用Apple CarPlay 或者是Angel Auto 來操作的朋友的話 他都可以使用到打碗網TN版 兩種模式都是有支援的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特色 就是像Leo目前用的是Apple CarPlay 它可以直接操作之外呢 手機的部分 一樣呢 是可以去操作打碗網的 好這就意味著呢 就是假設今天你在開車的過程中 我們沒辦法自己操作嘛 那我們的副駕 或者是我們後面的朋友的話 可以接過你的手機 幫你操作一下你要打碗的一個位置 你可以從這邊去點選 好比如說我們這邊查詢紀錄呢 我們這邊點選一個 這個飯店 然後按下立即前往 然後這邊選擇取代目的地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車上的這個部分的話 它的路徑就會跟著被改變 現在導航的位置呢 就會直接跟手機是 完全相同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它的便利性是非常強的 接下來我們再來試一下 它有什麼樣厲害的特色吧 好再來Leo跟大家分享呢 像我目前是在這個台一的高架道上 那我要導航到一個定點呢 它其實是要走橋下的 但是我現在在橋上 所以它會判斷呢 要求你走橋下的部分 然後到這個目的地 但我現在就是不聽它的 我不下去 給大家測試一下它的精準度 好現在Leo已經錯過了這個回轉點了 那你可以仔細看 一般導航呢 在你錯過回轉點的時候 都會幫你重新規劃路徑 但是重新規劃路徑呢 如果它判斷你在橋下的話呢 今天你這個地方沒有回轉 它會告訴你下一個路口左轉 或者是在下下一個路口 還是要你回轉 那如果今天你在橋上 試問你要怎麼回轉 所以像導航王天天板 它現在重新規劃 它就已經可以判斷你在橋上了 這個對你的駕駛來講會相對方便很多 所以我覺得能夠精準判斷呢 對使用者來說絕對是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另外我覺得它有一個很方便的點呢 就是當你在高速時呢 去一些景點 有特定路段呢 有開放路間時的話 導航網也會同步的語音跟文字的提示 這點對於很懼怕塞車的朋友來說 也可以放膽的往路間裡開去 好那另外它還有一個超酷的功能呢 就是GPS照片功能 像我最近有去一個店家換輪框 但是我忘記店名了 這時候呢 因為照片有GPS的紀錄 所以只要用導航網打開這個照片 它就可以幫你找到對應的位置 直接導航過去 有了這個功能呢 以後你拍照的景點 你就不用擔心二訪時 忘記怎麼去了 當然難忘的景點 建立還是用最保險的方式 直接加入我的最愛 只要加入之後呢 系統就會幫你存取在雲端的會員資料庫 以後呢 你只要點選我的最愛 就可以自動獲取紀錄囉 好到目前為止 應該可以感受到 導航網天板的便利性非常的強 也由於它採用的是手機 原生的GPS搭配自由的圖子 所以它的判斷精神度非常的高 那像如果你是用Google Map的朋友 應該有遇過 如果去山區 網路訊息很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哪一天網路突然失禮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導航完全失效 因為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要提前下載離線圖子 所以基本上呢 沒有圖子的情況下 或者是網路訊息不穩定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迷失方向 那反觀導航網呢 在你初次使用的時候 它就已經幫你下載好圖子 所以它是離線 也可以正常使用的喔 好 再來呢 它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車主服務 好 那裡面有整合很多的實用功能 像是有即時油價的顯示 你就不用特別跑到外部的瀏覽器 去搜尋油價了 另外呢 它還有整合很實用的這個 定防資訊 如果你到景點呢 要入住飯店的話 也可以從這邊快速的 去做一個提前規劃 好 這個操作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自己動手玩玩看 好 那如果你是集體出遊 或者是喜歡呼朋一半的號召者 你應該還會愛上它的車隊出遊功能 因為它可以讓你建立車隊 而且邀請也很方便 直接用LINE就可以分享 那朋友即使沒有導航網呢 被邀請也可以免費下載試用 而當朋友加入後 就能彼此知道對方的位置 如果很多車子要共同前往一個景點 能彼此掌握現在的距離跟狀態 相信這個設計 你也會覺得很酷 那查詢景點時呢 如果你還是習慣用Google map 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直接從Google上 分享點位給導航網 這種便捷的操作 相信你很快就可以上手囉 好 到目前為止呢 導航網天驗版 基本上天驗滿足所有行車上 所有的便捷操作 好 那其實設定選在裡面 還有很多的功能 像是調整它的語音的大小聲啊 包含停車場 你也可以選擇無障礙等等 這些它其實都是中文的說明 非常的淺顯易懂 大家都可以動手去做一個操作跟設定 好 那我就分享一下購買的技巧 因為像這個在 Angelo商店呢 或者是AppStone都可以買 但是注意喔 如果你是在Angelo手機 或iOS的商城上面購買 它就只有綁在你這個手機的系統上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買iPhone 你以後就只能在iPhone的設備上使用 安卓就只能在安卓的設備上使用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在這個商城買 直接去官網買最好 因為官網用的是手機帳號 作為登錄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從官網買 用手機帳號登錄的話 你可以登到Angelo 也可以登到iOS 它是可以跨裝置使用的 所以這個對使用者來講 絕對是最加分的 好 再來就是這一個 檔網體驗 難道它都沒有缺點嗎 事實上它還是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點 就是像它是可以實現在 Apple CarPlay 或者是Angelo Auto上面使用 但是像是即時路況影像啊 或者是智慧行車推薦這些功能 它都沒有辦法用在Apple CarPlay 或者是Angelo Auto上面 因為這是受限於系統原因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在意 像是即時路況 或者是施工的提醒啊 包含這個智慧停車推薦的話 建議你還是用手機 導航的功能會比較全面一點 優點部分的話 自然就是導航功能真的很精準 無論在橋上橋下 它都可以精準判斷 不會遇到明明在橋上的快車道 導航卻以為你在橋下的慢車道 還要你左轉右轉的 除了很危險以外呢 導航失靈的情況 也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要知道走錯路 有些人心急的情況下 是會無意識的亂轉亂切 這樣就很容易吃上罰單 嚴重一點 還有可能影響行車安全 所以選對導航呢 真的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好 大家這樣先來 差不多告一段落啦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它的價位吧 那導航網TM版 它一個月的月租費是60 建議一年一年買 因為一年的話 它特價只要590 其實這算是非常好入手的一個價位 因為你要想 它整合的導航 還有測速 測處服務 甚至連即時聯網資訊 這些施工通知通常都給你了 光是幫你省下塞車的時間 包含罰單 基本上就回本了 更不要說 有些罰單可能可以讓你多買好幾年 再加上呢 如果你是用Google Map的朋友來講 如果你是開貨車啊 商用的夥伴 還是騎重機的話 其實基本上Google Map 也沒有辦法給你 非常好的一個導航的體驗 所以我覺得導航TM版 它就非常的重要了 再加上它比Google Map來講 很多的判斷的精準性 跟路徑 跟3D實景圖來說 真的會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再來就是新版的 多了AI的路徑推薦 就是主打不走小路 幫你避免塞車的問題 達到省時又省力的一個幫助 所以如果你是用 導航網快樂版的朋友的話 建議呢 還是跳槽到體驗版嘛 因為它的功能來講 其實相對來說 會比較全面一點 當然呢 如果你心裡有所疑慮的話 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自己覺得住的環境 覺得導航網可能沒辦法 導航那麼漂亮的話 你可以下載試試看 因為它有免費的30天試用 你可以從這30天裡面 去感受它帶給你的功能跟幫助 而且它的30天是全功能 完全無嚴格的 大家去體驗一下就知道了 我覺得有聯網 測速整合 跟導航3D實景這些 全部包在一起的話 對你的開車來講 一定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好那導航天板的介紹 也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那它的詳細的下載點 Leo會把它整合在影片的資訊欄 那Leo也會嘗試 跟原廠爭取看看優惠折扣 如果有的話 也會一併放在資訊欄 讓大家去免費領取 那今天影片就到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喜歡導航天板的介紹 那我們就下影片再見囉 掰掰 雜音空 我們可以分享 我們可以分享